你们两个人到这来 有什么事 他说求超度 这他就放心了 来求超度 他说那你要我怎么做法呢 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行 我答应你 就看到这两个鬼魂 踩到他的膝盖 踩到他的肩膀 升天了 就这么容易 什么一归都没有 那么讲到超度亡灵 有没有一归事情 有 真超度了 也不是一归 我们在谈虚老法师的传记 引诚回忆录你们看到的 早年 老法师妹出家的时候 他中年出家的 跟几个朋友 开了一个小中药铺 其中有个朋友姓刘的 是个虔诚佛教徒 每一天读了眼睛 一天念一部 念了八年 叫霸宅寒窗 多人也 有一点功夫 去超度 要有超度的功夫才行 没功夫 拉什么超度 他有一天 他有一天 中午 店里头没有顾客 没有人到店里里买东西 他在柜台上打瞌睡 是梦非梦 就看到有两个人 就看到有两个人走进来 到他店里来 他就起来照顾他们 你看这两个人是他冤情债主 是为了财务上的事情 增值 打官司 这两个人输了 判决他输了 输了之后 这两个人上吊自杀了 他也非常后悔 不该为这么一点点小事 断送两条人命 现在看他来了 他心里害怕 可是看他走进来的 态度很温和 好像没有卧异 心里面就稍微平静一点 问他 你们两个人到这来 有什么事 他说求超度 这他就放心了 来求超度 他说那你要我怎么做法呢 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 行 我答应你 就看到这两个鬼魂 踩到他的膝盖 踩到他的肩膀 升天了 你看就这么容易 什么衣柜都没有 这两个走了以后 过了一会又来两个 是他过去的太太 跟他的小孩 这都死了 走到面前来呢 也是求超度 同样的 这个方法 就答应他 看到这两个鬼魂呢 也是踩到肩膀 踩到膝盖了 升天去了 没有功夫 不行的 他这个功力 就是八年 佛法里的常讲 一门深入 常识之寻修 这利用是怎么得来的呀 霸载寒窗多愣言呢 成就他的方便利了 你看 冤情寨主 家庭眷属 居然就用上了 就能从卧道 送他到天道去 那比人好多了 这是说明的 功力 所以 菩萨有大悲心 有方便 方便才叫救济 方便叫 最适当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最稳当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法 那方便为救济 念佛是方便的 那个发菩提醒 一向专念的 可是得也记住 念念 要普利众生 不要为自己 范围要大 念念为设法界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苦难众生 这信量这么大 能做得到吗 做得到 只要你用真诚心 你就做到了 如果这里头掺杂一点自私自利 掺杂一点烦恼吸气 那你就做不到了 把你的功力全都破坏了 一点都不能掺杂 每天在生活 在工作 在待人借屋 就练什么 练放下 支柱 放下分别 练这个 这叫真功夫 那放不下 怎么办呢 放不下 马上转归 阿弥陀佛 古达德所说的 不怕念气 只怕觉知 无论是善念 是悪念 都不必去理会 为什么呢 善念悪念都不是真的 都是妄念 立刻转变成阿弥陀佛 这叫真念 念念普利群僧 就是念念阿弥陀佛 我把念阿弥陀佛这功德 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 祝福他们身心健康 家庭幸福 事业顺利 社会安和 天下太平 这愿好啊 要知道 每一个念头 都变发界 虚空界 先说过思 在还原观上讲点 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念头都寒荣空有 心包太虚 两周杀结 这种心念 这才叫大乘菩萨 随缘妙用 那是最高的原则 唯一有则是现前要做的榜样 不是为我 为整个社会 做好榜样 凡是不好的样子 决定不能做 起心动念 自己想一想 我这个念头行不行 如果整个社会都像我这个念头 这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再想一想 如果是自私自利 如果是贪嗔痴慢 那得了吗 这世界会毁掉 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你疑惑吗 觉悟就不会了 觉悟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要做最好的样子 给社会大众做榜样 那就一定要把地质规做到 感应片做到 十善业做到 把沙弥略移做到 这最基本的 这些东西都能做到 这好样子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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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